想要戒赌,那就必须经历死亡的磨难,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。 而这一切都是自找的,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回到最初的那个原点。 以前经常网上聊天的各位,或许都听过一个名叫妈传菜的故事。 其实妈传菜,就是指百度戒赌巴里的一张图。 妈传菜是一位陈礼赌博多年的老哥在外躲债,便留下父母在老家应对债主。 而途中的对话,就是在这背景下发生的。 说是对话,其实只有老母亲在说。 开始,这几天来要钱的都打发走了,你大伯出面解决了,我们慢慢缓。 你不要想不开。 然后转账五十元说,我今晚去传菜赚了五十元,你先拿去用。 你在那边要好好生活,妈老了,没用了。 就这短短几句话,直戳人心。 图被网友传的热度很高了,也许你不知道妈传菜这故事。 但看到图肯定也就想起来了。 不少人第一次看就破坊了,因此妈传菜也被网友评选为五大破坊梗之一。 当然啦,有一年代太过久远,故事的真实性已经很难考究了。 不过有人传出故事的后续,儿子洗心革面发誓不再赌博。 虽然真实性也有待考究,但我们都希望所有故事能有个美好的结局。 毕竟一句妈老了,没用了足以让人对母爱。 特别是已经工作的人,哪怕家里并不是这种情况,也会表示我可以委屈。 但真见不得父母委屈。 差十万则出自猫眼社区凯迪2007年10月的一个贴子我的老婆没钱治病,死了。 发帖人叫Fga,从他的发帖来看,似乎是个大学生,娶了自己大学时代的女朋友,两口子,婚后很恩爱。 老婆生病后需要30万治病,Fga卖房子筹钱凑了20万,差10万,可最后老婆还是病死了,于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 失去了最爱的人,也可能因为治病卖房花光了积蓄。 没有了积蓄生活的意志后,他开始流落街头。 又在流浪过程中掏了几块钱,再往吧上网,留下了几个帖子,与网友倾诉。 Fga在贴子最后一次回复后,就彻底销声匿迹,再没有出现过。 我的老婆没钱治病,死了。 医生告诉我,如果要治我老婆的病,需要花30万。 不过我没那么多钱啊,我把家产全卖了,只有20万。 后来我老婆死了,我就开始在街上流浪,我还会上网,来看看新鲜事。 猫眼的朋友,大家好。 我有时会来这里聊聊,我发现猫眼很多人啊。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,没钱治病,家人死了。 我还记得我老婆的样子,她笑起来很美的。 所以,我觉得我很失败啊,我其实不算一个男人吧。 我不能保护我的老婆,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啊。 我在街上流浪了三年了,朋友们都不喜欢说话,只有乞讨时才会交流两句。 他妈的,我差十万,就只是十万而已。 我想尽了一切办法,不过我是个蠢货,是个白痴,是个弱智,是个这世间最下贱的东西。 我没有弄到十万元,我就是没弄到十万元,我就是没弄到十万元。 救救我吧,我就是没弄到十万元。 我是这个世界最恶心的动物。 谢谢有人想捐钱啊。 谢谢,只是我不再需要了。 很久以前我很想要钱啊。 很想要,我要去看他了。 当年有很多人都希望这只是一个恶作剧, 毕竟大家在文字里看到了一个健康的普通人, 被命运打击,失去爱人后自暴自弃地缩影。 如今距离这帖子的时间过去了十多年, 元帖永远停留在了第110万零8187次点击, 他的内容包括5716条评论, 已经变成了系统调整,暂时无法查看。 元帖的主人早已成为猫眼飘零的一片落叶, 或是化作了泥土。 与此同时,这些试图围观的人一次次无意义地试探, 却共同制造了互联网世界的传说。 好啦,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 订阅人时间, 带你感受云云众生里的百态人生, 感谢您的观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 本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